今天有网友在网上问这个问题啊 说这个开放以后啊 上海的这个如果得了羊 想自己去找这个隔离医院去隔离 有办法吗 或者该怎么去 是收费还是不收费啊 真的这个问题 问的还真是问到地方了 最近一段时间啊 这个有一位叫小段的重庆来户 返工的年轻人 本来是住在青年旅社 六个人一间 12号核酸检测阳性 这下青年旅社就住不成了 其他宾馆等住宿场所也都不收 所以小杨小段呢 想着去方舱医院隔离 拿起手机联系了120110 结果都没有找到 可以去方舱医院的渠道 所以小段又跑去派出所求助 民警给他民阵救助站的联系电话 得到答复也是不符合救助条件 所以小段一路找寻 走了一晚上 结果在地道里睡了两个晚上 真的很可怜 阳性了三个晚上在外面 这个天气又是特别冷的时候 所以呢这个遭遇被这个记者发现 记者呢就近联系了第十人民医院 而人民医院呢也收也好心的把它收治下来了 而更多的好心的网友们纷纷关注这个事情 因为就像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一样 人家这真的痒了 而且问问了120110也仍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答复 仍然是进不了这个方舱医院 所以这些弱势群体啊 在这一段时间的生活真的很可怜 那我们还好了 有家 即便家里人嫌弃一下 自我隔离一间屋子 是吧 这网上好多视频啊 这个拿着喷雾 拿着消毒喷雾 送茶送水的 那不管怎么说 还是有空调 有热水喝 有厕所上 能够这个有被子裹一裹 是吧 实在不行 还能听一首歌啊 那对于小段这样的社会弱势群体 他们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救治呢 得到什么样的处置呢 可能还需要有关方面 在这个手势上面啊 做出明确的 给出明确的和切实能行的方案来